好咱讲一下上级课内容啊 上级课讲什么来着 上级课讲的是这个微信之类的东西 对吧 它是什么原理呢 原来呢有这么一个框框 然后呢我这块剪一刀 这边剪一刀把它剪开了 剪开了之后 这不就可以拿开了吗 微工具把它拿开 拿开了之后啊 用钢笔工具 直接在这 把它连接成这种对话框的样子 对吧 连接过来 你觉得这尖太尖了怎么办 那就是 是端点呀 是边角啊 那显然应该是 边角 对吧 边角 这个边边角角了吗 端点它是 它什么 这才是端点的 对不对 这才是端点的 那么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我们还是这样做一个东西啊 长着拉 边shift shift就正了 长着拉出一个东西 然后呢 把它这边剪一刀 这边剪一刀 这个时候其实也分成两了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对吧 我想把它这个折过来 那怎么办 能不能转过来 把这个东西 选中它 选中它 转过来 行不行呢 好像是可以 但是其实挺别扭 翻译了吗 就是这个的长度 其实应该更长一点 这个长度应该对呢 所以现在不对 那怎么办 Ctrl Z回来 先别这么翻 是吧 先别这么翻 怎么翻呢 按下去 这个 吸管 这个尺度工具 把它 这么着给它 负的三十一度 负的三十一度 沿着这个 轴啊 翻转一下 多少度 负的三十一度 能感觉到这个效果吧 哎 这个时候再确定 然后把它拿了吧 能感觉到 现在这个 它就是很合理的一条 很合理的一条 对吧 然后把这个去掉 这个钢笔给它接上 左边端点 跟右边端点 接上 然后把这个眼睛开开 这个眼睛开开 这个眼睛开开之后 这个 这条线有点别扭啊 这条线有点别扭 把它往下一条 往右一点 哎 这样一个东西 哎 这是一个 折了角的东西 对吧 这折了角 这这折的角比较 比较真实 就是你这么着翻回去 应该能翻回去 对吧 里边有什么呢 有一条线 就是一些文件呗 保证和平数值就shift 一条线 把它按住了out键 shift的键 保持原样 哎 这样不就一条吗 Ctrl 我说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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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这不是这么多就出来了吗 卡尔加D等于是把这些东西出来了 把这些东西都锁上哈 这些隐藏掉 这些选中 再把眼睛开开 往这边拉 拉多宽呢 拉这么宽 这有点 这有点 太宽了 但它其实是这么宽 然后它有的就得 就得缩回去 而且呢 得在这个底下 对吧 是这感觉吧 哎 这个东西可能还得低一下 Ctrl加D 还不行了 跟着Alt键 哎 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哎 这样的一个过程 要保证他们这些东西全都这个等距能办 选中了之后 对齐 这么着 垂直分布 然后再把这两个开开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文件 对吧 所谓的文件 然后呢 把它这个 再加一条线 把它们先CtrlA Ctrl加G 打一个组 这组就打完了 打完了之后 这块加一条线 这块加一条线 然后呢 把这条两条线选中 Ctrl加G 并且把它们变得稍微的没有这么深 并且把它们变得稍微的粗一点 然后呢 这个颜色呢 比这个稍微再浅一点 是吧 这样就更合理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这次做的一个文件 折过来 这折过来之后 它其实是有这个凉角的 这个角要这么凉出来 然后要沿着这个角度给它翻转过来 翻转工具 在旋转工具一组里面 稍微有点难度 加油 这次就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